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鎖定基隆漫哈頓 我是Amy 今天的台股是開低走低 目前還是有站穩萬三 不過中盤 中場收盤是在13503點 到底是連漲好幾天的休息 還是選舉影響 或者是其他因素呢 我們等一下來請教專家 那麼今天的表現 各股表現是怎麼樣 升級股有傳出好消息 等一下我們一一來分析 我們先帶投資朋友 來了解國際情勢 跟台股大盤 馬上來歡迎我們的 股市長勝君 阮慧子老師 所以今天的話 來但台股今天是黑的 今天的話開盤的時候 就直接開低了 一整天大概都是跌100多點 收盤的時候 今天還是下跌了135點作收 所以的話 那麼昨天大家 都在看新聞對不對 對 昨天的話 美國的選舉 那麼大家本來想說 是不是兩邊都會勝出 結果呢 在眾議院這邊的話 是共和黨大勝 但參議院這邊的話 還在勢均力敵 有點懸額未絕之中 所以大家期待的這個 因為共和黨如果上來的話 那基本上對股市是比較友善的 所以的話呢 市場有些失望性的賣壓 那我覺得的話 如果以美國來說 道磚其實他本來就到年限附近了 所以年限附近 基本上不太容易一次就衝過去 所以道磚這裡來說 他本來其實就有一點反壓在 那麼另外的話呢 那費半慢慢有跟上來一點點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呢 他也還沒有突破這個季線 好 所以從國際局勢這邊來看 比較好的是台幣現在 還在這個回升之中 所以那台幣的話呢 如果還是維持這個短期上面升值的話 那其實你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大盤講實在話 它的底部也是已經出來了 只是五日線管理大了點 對不對 昨天是稍微大了一點 那再來你進到缺口附近了 對不對 當時我們在 10月11號這裡有個缺口 那你進到缺口這裡的話 就會有一點震盪 因為你缺口對應過來的 10月5號啦 那或者再前面一點 9月底都稍微有點亮 所以的話短線上面的話 就等五日線 能夠守五日線再往上化 就算強勢了 不過基本上面底部是出來了啦 那底部出來的話 這就分兩階段了 就是說大盤呢 你剛打底出來的時候 上次不是破底嗎 那破底之後打完底對不對 先破了12682之後打了底 那打底之後的話 底部出來的時候 它又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你不再破底了 所以呢 弱勢國會反彈 應該說所有的股票都輪流反彈 那是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就是 你底打出來了 但你在網上的時候 東西就不一樣 在網上就不能只用跌勢反彈 在網上你就要有 正財席料的股票 所以接下去的話 個股的差異就會比較大 應該說我覺得 你要找成長的股票 為什麼要找成長的股票 因為現在已經 今天11月10號了嘛對不對 即將要到明年了 很快 對 你在一年 你在一個半月而已 在一個半月就變2023了 是不是 所以你到時候所有的數字 股票的評價 你都要用2023年來看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要佈局的股票 就要以2023的東西為主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不過有些強勢股也是回啦 其實很多人在問到 這個3454的金瑞對不對 那金瑞今天創新高之後 今天跌很多 好 其實它算強勢股 如果以波段來說的話 它是多頭的股票 那今天的話開高走低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他今天早上本來就不是 給你買的啦 為什麼 因為昨天是一缸的短線客 全部都短線客 所以它今天開高以後 一定是下來對不對 那你一定是下來的時候 那其他人看到 你拉黑客就會跟得出嘛 是不是 這就是市場的現象 所以市場有時候 最近短線客也增多 而且因為他們都大進大出 所以我不覺得它有不好 只是說就是短線客上面 它今天就會這麼做 但是拉回來之後 我覺得它其實也是多頭 我覺得它還是走多頭 因為它還是屬於 明年往上的股票 對不對 你看像是8996高麗 它創新剛才震盪一下 人家也是一滴比一滴高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要看 我覺得是成長型的股票 對不對 生計裡面也一樣嘛 是不是 生計裡面的話 今天就自行過了 是不是 那一線的市場 因為比二線市場 是倍數以上的這個 比它原來的二線用藥 因為它以前是用在二線用藥 它現在是一線用藥過關嘛 對不對 所以的話 當然那個市場是比原來大 所以其實有很多股票就是 它自己原來的這個優勢 是在裡面 它只等一個適當的點發動 那你要找的就是這個 基本面強的股票 所以像生計股也一樣 生計股裡面的話 像保瑞的話也是 慢慢準備要去創新高 這都是 對它其實都是很確定 明年會比今年強的股票 所以越是到這個年底 你越要去看2023年 那2023年什麼東西好 哪一些個股是成長性的 那因為你在一個半月之後 我們就會用那個2023年的 這個獲利來評估了嘛 是 那那個時候的話 你就要看看你手上的股票 那明年的成長性多少 了解 所以的話呢 其實生計股裡面像保瑞的話 我認為是慢慢的往上市 也是要準備去創新高 那其他的話很多人也關心 保齡其實也是 它就一個箱形 那最近 但是是一個算強勁的箱形 因為這個箱形的區間有沒有 就是慢慢吐上去之後 會挑戰前面的高點 是 保齡其實明年是很有夢 它其實明年那個成長性 是非常強 只是它速度上的短線 就是先一個上下來回區間 但我覺得好股票 大家就要把握 因為很快就要到2023了 而且最近很多股票談起來 大家都問怎麼做 到底要怎麼評價 對不對 就像老師講的就是 有些好的個股 我們可以低接好股票 但是有些跌升個股 要怎麼操作呢 老師 對 我覺得你看像 最近很流行就是說 這個 欸 法說出來講的 對 一樣差 不是好 是跟大家想像的一樣差 對 然後或者是告訴你 第四季就最差 然後就大漲了 是 那其實我覺得 當然早上也有道理啦 因為第一個 你大凡沒有要破底嘛 對 你大凡沒有要破底 當然跌升股票就會反彈嘛 那再來的話就是 反正大家就預期最還以過 對 那我覺得很多股票是 它這樣子是OK的 可是它彈起來之後 你就要注意哦 對 當它在低檔 還沒有反彈的時候 或者剛開始要上來的時候 要準備反應它 可能最壞就是第四季的時候 或者第一季的時候 那樣的話 它會先求我怎麼講 短線先反彈 對不對 因為它就告訴你 最差有限嘛 對 但它有限的話 就可以先反彈 但是你反彈完之後 你就要看成長 是不是 因為你彈下來之後 就回到平價 對不對 當你還在低檔破底的時候 會說 這個 短線已經這個債壞有限 所以你當時是買的是債壞轉線 債壞有限的轉機 可是它彈起來了之後 就回到現實面 就要回到現實面了 現實面就是你會賺多少錢 對不對 你的股價合不合理 對不對 如果你彈起來之後 還是不會賺很多錢 或者是你明年成長性不夠 其實我覺得 應該說明年成長性不夠 也不是一定要成長 因為明年其實很多人 因為今年上半年機期太高 所以它不太容易成長 明年你沒成長也OK 但是你明年的數字 和現在的股價 匹不匹配 也就是說你之後 會回到平價嘛 你回到平價的時候 所以有些股價它彈上來 彈起來的時候 是一個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 整個去檢視的時候 對不對 就像你看最近來講的話 驅動愛系的反彈 驅動愛系講的東西 就是我講的標準的例子 它就告訴你它現在不好 然後告訴你第四季 可能有機會 大概最差就這樣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看它就輪流反彈 所以你看每一個 躺起來的話都是什麼 都一堆短線客 都是一堆短線客 但彈起來很有力 對不對 因為跌很慘 因為跌太多了嘛 但是你要回到什麼 長期的平價 比方我們來看看 聯勇市這個區塊裡面 你如果真的要看長線資料 應該看這個 你應該是要看龍頭 但是你看聯勇是不是敵人產 對不對 所以它告訴你說 我可能第四季持平 不會更差了 它就反彈了 對不對 但是反彈之後 你就要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你明年賺多少錢 對你明年要賺多少錢 回到現實面了 對你第三季是不是7塊錢 對 那你第四季的時候 好啦沒有 衰退也一樣給你7塊錢 那你明年賺多少錢 對不對 你明年要賺8塊錢 9塊錢嗎 還是你明年還是只有7塊錢 對 那你明年的那個數字 看明年的本益比來配 對不對 因為你明年不是成長型的股票 所以你的本益比不能高嘛 那你如果本益比不高的話 那你 它就會有受限了 是不是 就回到這個現實嘛 對 就像當時這個面板的意思一樣 面板落敵有餘 但是呢 你要走波段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長上以後 你看你賺多少錢 對 這個情況其實 就跟其他一樣 天域也是一樣情況 所以你看他們 底部衝起來的時候都爆大量 為什麼 短限刻嘛 是不是昨天爆大量 上次也是爆大量以後拉回 那天域的話 那一季兩塊多 兩塊多 那你明年 如果也還是兩塊多的話 那其實你本益比也沒特低 對不對 因為以前驅動IC早期的時候 以前本來就是10倍 在疫情紅利之前 他們的本益比 其實本來就不是很高 對不對 因為東西門檻不高 那像敦泰也一樣嘛 對 你看他一起來就爆量 對不對 一起來爆量我就拉回 對 就是因為 他第二季其實算非常少 第二季的EPS 只剩下四毛錢 對不對 你第三季營收又掉很多 那第三季可能 就還會虧損 那你10月份營收上來 那應該是銷庫存 那應該就是低價銷庫存 那你低價銷庫存 獲利也不見得上 那你明年的獲利 長泰會多少 那北益比會多少 所以我說這盤就是兩階段 底部要跟他們來說 所有的人都可以輪台一次 談完以後就回到現實 對 談完以後你就要看 對不對 就像今天報紙是不是寫得很大 對 今天說這個 長榮 揚名外好像已經說都下去嘛 但是說這個 接下來馬上就要進入中國國立年 對不對 所以旺季可期 所以這個也沒有錯 這個講法是沒有錯的 那當然這是期待啊 現在還沒有看到真的需求出來 但是你如果真的進到旺季可期 你要想會賺多少錢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這個SCFI就是 上海的這個集裝箱指數 它已經跌到了15001600了嘛 那你在這個位置點 其實你就算反彈到2000 它其實也不賺多少錢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像 當時IC設計的問題 對 你看後來IC設計 不是一龍店就把它付了違約金嗎 我不要去付這個東西了嘛 對不對 我的簽約我不要了嘛 對不對 這個現象我覺得 很可能會發生在以後的航運上面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檢視持股 講實在話 包括像是貨櫃這幾檔 雖然今天萬海是拉起來 但我覺得大家操作上面 還是在談起來了之後 要把資金來做一些整理 接下來要放的重點 應該就要放在什麼 明年真正有成長性的股票 明年的數字會拉出來的股票 明年有新商機的股票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最近也有一些蠻有趣的事情 各大廠也都在找明年的新商機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來看 好 所以今年我們要來佈局 是要真正 明年會有大成長這些好的個股 那麼怎麼來操作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分享 從台灣放眼國際 從生活挖掘商機 從生活挖掘商機 從11Juice出發 從11Juice出發 用最新的思維 掌握正確的趨勢 和方向 我是曾宇宇 周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掌握未來 我們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歡迎回來 街頭麥哈頓 剛才三半段節目呢 老師已經講到 跌生股怎麼操作 那麼重點呢 其實我們 還是要把這個重點 放在布局 有成長性的 這些好的個股 那麼應該怎麼做呢 趕快來請教老師 應該說的話 最近其實的話 其實每次新破壞之後 就會有新應用 那新應用的話 才會刺激新的需求 那大家很關心這個 那其實科技大廠也很關心 所以老闆比大家更關心 因為要創造新的需求 創造新的應用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最近其實也蠻熱鬧的 11月份有好幾件事情的話 都跟這個有關 那來看看就是說 在11月10號的話 現在資訊月開始了 那資訊月裡面 有分幾個不同的場區 有不同的區塊 那最大的那一塊是 AR跟VR 圓宇宙 圓宇宙 對 這一塊是 對 這個是 這一次資訊展裡面 最大最大的應用 那要推個圓宇宙護照 然後天貓雙11 那這個也要到了嘛 那雙11裡面 這一次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是VR跟3D的購物 所以那個其實很有趣就是 你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然後的話呢 它的應用範圍 跟體驗都多很多 然後還有這個12號 有這個世界的VR大會 那主題就是呢 VR讓世界更精彩 VR點亮元宇宙 然後到15號的時候呢 遊戲名有一個好消息了 這個Sony的PS VR 2 要正式開放預購 所以呢 很多新的東西 都在新科技啊 而且呢像是這個天貓 剛剛講的這個 這次天貓雙11 跟以前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傳統的東西裡面 就是說你的體驗 沒有這麼高嘛 那這次天貓 高的雙11的話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就是用3D或者VR的方式 裡面逛街也好 逛展也好 看劇也好 遊戲也好 那其實有很多 這個不同的入口 所以它有一個 像是那個任意門 就是呢 入口像一個任意門 然後進去了以後呢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在那個空間裡面 做你任何想做的事 因為有非常非常多 大量的商品嘛 對不對 然後那你可能是你的家裡 那也可能是在海邊 那也可能是在沙灘 也可能是在山上 然後的話 你有不同的場景 對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你可以任意擺放 你要的東西 然後隨便給它旋轉 然後在上面去體驗 你想出現的事 那甚至於就是說 你不只可以試穿 你還可以試戴 那你如果是在沙灘上的話呢 你還可以去 給它擺幾個帳篷 你要擺幾個都可以 隨便你左邊右邊 隨便去擺 對不對 然後自己去體驗那個感覺 然後把那個環境變成是什麼 你可以是在黃昏的時候 你可以是黃昏的時候 你也可以是早上的時候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這種 各種不同的氛圍 還有各種不同的設備 所以這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這就是怎樣 增加這個購物的體驗嘛 對 那就會怎樣呢 就會讓這個消費的這個 這個慾望增加 對 所以其實現在 你看這個所有的科技 科技其實還是有很多新的東西 可以發展 所以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去做什麼呢 那上面你可以甚至可以去做 那個小鵬的那個飛行機車 你還可以去試騎 所以有很多的 對 你可以在上面試玩看看 因為我們一般人 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去試騎嘛 對不對 你會想說 尤其現在因為大陸疫情很嚴重 就逐不出戶 你逐不出戶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在什麼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體驗 然後體驗 你今天如果在沙灘上 那你今天如果是在海邊 你今天如果要怎麼樣的去 享受它晚上的風景 那或者去享受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是這個天貓的這個雙十一 然後那再來的話 世界VR大會也要開始了 世界VR大會的話 它的整個有個元宇宙的會場 那元宇宙會場裡面你看 這裡面就是什麼 你進來之後它有很多不同的路口 然後它裡面有山啊有水啊 各方面就是不同的場景 所以可以拉到不同的環境去 那拉到不同的環境之後 你就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在各地方探索 然後跟好朋友去聊天 也可以在裡面打卡拍照 對不對 所以其實現在 那個應用其實是越來越大了 對不對 而且那個是很有空間感的 老師我看到是很立體的感覺 對其實因為科技一直都在進步之中 對所以它的那個生理奇蹟的感覺 感覺會越來越強 是 包括剛剛是不是講說像那個 Sony要推新的那個 穿戴線那個 對那個PS的那個VR2嘛 那VR2它是15號開始 就正式預購 那它這一次裡面 我覺得也還有一些亮點 應該說那個整個感覺強化很多 是 因為以前它是沒有4K的 那現在是用在4K 所以它整個的這個鮮明度啊各方面 然後還有它那種生理其境的感覺 也都強得很多 再加上它這一次的這個眼球技術 我覺得是又更緊緊了 因為眼球技術裡面的話 以前還沒有做到這麼強 所以這當然就是用了一些 這個鏡片各方面的這種 眼球追蹤的技術 那它追蹤技術起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對它那個身體反應的那個自然度 就更強 就是你一點點手部的小動作 它的反應就更敏捷 然後你的握力大小之類 它又反應得更快 所以這一次它的眼球追蹤技術 也是有長話 然後視野又更大 然後廣角也更大 這個就生理其境就更強 所以這一次它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突破 它就會讓你整個的感受會更強烈 所以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還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東西 對 強烈感覺這個元宇宙世代 馬上就要來臨了 應該是說你的 就像手機一樣嘛 一般手機你不太 它不太有什麼很大的變革 對 那你要讓它能夠有更大的刺激出來 那一定是要有新的應用 對不對 所以有才講說 這是各大廠都在做的事情 廠商比我們還急 所以蘋果跟Meta 他們也都在做這些 蘋果應該明年上半年 這個新的這個 它的這個重點就是 新的這個混合實境 因為蘋果其實 你說它這個iPhone一路下來 你要很大的創新也不太容易 因為你畫素也提高到一個程度了嘛 對 那你該加的也已經加了嘛 那你要有更大的刺激 一定要有新的東西出來 對 所以明年蘋果的重頭戲就放這 它的重頭戲就是明年上半年 它可能這個 蘋果的這個AR跟MR的混合 它是兩個混合起來的 那它這個混合起來的話 這是明年蘋果最大亮點 而且可能上半年就出來了 那它出來之後的話 它通常一出來 就會給很大壓力 因為就像以前觸控一樣 對 早期觸控的時候 它不是第一個做的 但是別人做的時候 沒有什麼大用 等到它一開始做的時候 大家都要用 對不對 就變必備 還是會有很多那種果粉 就是蘋果果粉 會特別 話題性會特別嚴水 對 而且它會引領那個蜂巢 我今天這個大廠牌做了 你其他沒有就殉掉了 所以整個商機就帶起來了 所以像當時觸控也是 從蘋果開始做以後 就整個 現在所有手機都觸控 沒有不是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它會帶動一個新的蜂巢起來 而且它這個 據傳是有十大功能 這個十大功能裡面 第一個就很輕 那個就差很多 對不對 然後再來其他就是 有些別人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明年的亮點 而且是上半年就來了亮點 那什麼時候會復活 年底就開始準備 那很快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的亮點是在哪裡 是在新的東西裡面 新科技 新應用 對 新科技 新應用 才是最有力道的 對啊 因為如果你都只靠舊 它就有限 所以我說 大家現在的話 年底的時候 你最要注意的就是 明年有什麼新東西 明年有什麼新趨勢 產業裡面大家都在做什麼 大廠都在看什麼 他們要佈局什麼東西 然後又拿去新產品 這個才是真正我覺得會 反敗為政的地方 是 趕快跟上新題材 才能真的才是賺那一大段 對啊 而且好股價也可以先佈局 是 對不對 像我們有跟大家講到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電動車的股票 然後其實有一檔電動車的低價股 它這個是輕量化的元件 但是輕量化的東西不好做 其實門檻是很高的 因為你要把材料做到輕 你要突破它的物理特性 那個不是很多人可以做 那這家公司它的營收剛跳起來 那獲利它今年沒有很好 那是因為它第四季才開始貢獻 而且它把一些東西都提在今年 它把一些費用都今年先提了 那你知道會變怎樣 就會變成它第四季開始充營收 那今年因為前面沒有賺什麼錢 所以今年獲利沒有特別強 但是它的明年獲利就會很好 因為它把一些費用今年就弄掉了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不是講到這個 這個原宇宙這些 對 新科技新運用 其實原宇宙跟ARVR那都連動的 那都連在一起的 對 都是算在一起的 因為你要那個零件 零組件都一樣 都會連帶 所以像這個區塊裡面 ARVR裡面還有一個潛力股 這個潛力股的話 剛剛講這個蘋果它 蘋果真的明年最大量點就這個 那不是手機上面要升級多少的問題 最大量點就是這個新的蘋果明年 上半年就要出來的ARVR 然後這裡面的話 有一家跟它的光學技術最關鍵性的 而且人家是關鍵技術 那個技術真的在台灣就是很領先 而且它就是首要供應商 它就是第一個供應商 所以現在的話它AR跟MR的零組件 其實已經十幾二十款已經準備 第四季要開始大量出貨了 這種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留意 對不對 就可以好好的趁還沒有正式噴出這些 好好來佈局 真正是有爆發性的這些個股 老師你現在等於是把低價股 會成長性的這些個股告訴我們 然後也把這潛力股也都告訴我們了 對啊 那我希望大家是先來佈局 就是說因為你要在股票噴出去之前先佈局 尤其是在這種通常來講年底有種新題材 所以的話當然我覺得呢 最近很多股票都反彈過 反彈是真的很好 但是反彈以後你真正的重點決勝點 一定是在新的東西裡面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ARVR的潛力股 因為第四季就要開始大量出貨了 明年上半年蘋果就正式開始 所以我覺得因為東西還蠻關鍵 就是說核心技術能力是強的 就是你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 所以你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話 你是不是最厲害的第一個收回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話大家就來把握 我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老師打電話來就跟你分享 對 打電話來我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限定名額嗎 我們今天就不要限定名額 謝謝老師 因為我覺得在還沒有噴出去之前 還沒騎漲之前的話 這個應該是最重要 對 就是帶我們在騎漲點先上車 先來佈局 對 最少的話就是大家可以先了解 是什麼樣的股票 什麼樣的產業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對不對 那你可以先開始佈局 那或者的話有些人想說 我還要再看兩天也OK 但是呢 大家就可以先把米蘭拿回去 那我們今天的話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真的每一年破壞之後就有大建設 那個建設的都是新建設 那這種東西又會 其實它後面還有很多故事 它還可以連成很多東西出來 對 因為一個東西要成型 後面還有很多環境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像這種新科技的東西 大家都要密切注意 所以的話呢 我們今天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大家就記得打電話過來 我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謝謝老師 打電話進來就直接跟你分享 所以你要跟上這個節奏 才可以隨時掌握好 這些技巧跟策略 這個時候你真的需要專家 來帶你操作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 要聰明的換股或解碼 也可以直接交給專家的協助 你幫你評估 節目後都有咨詢專線 打電話進來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然會子軟老師 豆子朋友面見 謝謝